國民黨電話民調作業將啟動 各陣營分享較戰守則 7月8號開始顧電話 可不能漏接 地步先到中華電信零貴辦理 別忘了雙證件合約租30元 按下米77輸入自己的電話號碼 最後記得再按上緊字鍵 轉接完成 這還只是剛開始 他會先問你基本資料 你滿20歲了嗎 你今年幾歲啊 你住哪裡啊 這些問題你都要照實回答就好 就連韓粉也千丁零萬交代 各資題必答題 如果你是韓家軍 以下狀況還要多注意 題目選項如果有韓國瑜 回答中一定要完整說出全名三個字 韓國瑜或唯一支持韓國瑜都可以 但若回答韓總非韓不投 韓市長韓總統 這些沒有完整姓名的通通無效 但若選項沒有韓國瑜 可以回答都不支持 第一支持某某某 當然算進去 因為他已經把某某某這個全名 都已經唸出來了 那有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說 他用一些暱稱 或是一些直稱來稱呼他 那我們沒辦法辯認 因為太多各式各樣的暱稱 要注意聽 他所講的名單裡面 有沒有提到韓國瑜三個字 如果有你就要回答韓國瑜 不過有名嘴指出民調數字 有可能轉換成分數 甚至特定回答還能加分 國民黨澄清絕無此事 沒有任何加分減分的問題 就是針對問卷回答不會算成分數 他會換成比例 因為我們最後都是用支持率來算 然後把五加做平均 民調做足七天 任何回答都可能影響民調結果 聽不聽完口訣清楚 如實答覆 才能選出國民黨內真正太陽 這張高鵬 李宜璇 台北報導